台媒惊讶发现 肖敬腾不止说了那一句啊 在2022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台湾歌手肖敬腾与大陆艺人陈坤 王嘉尔 彭永琛一起合唱歌曲《黄河》 《长江》 台湾iqt day 新闻云等媒体 2月1日报道提到 近日前一席话后 报道称 肖敬腾今年第三次登上大陆春晚 他和其他三名大陆艺人登台演唱《黄河》 《长江》 此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到 接着肖敬腾又提到表演的内容 表示转播时观众一定会被震撼到 因为很有气场 接着才讲到 相信很多台湾朋友都会想念自己的家乡 如果听到这个歌 有机会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对于这一消息 岛内立美三立新闻网又有点酸 2月1日在报道中称 肖敬腾在演唱《黄河长江》前受访时不止喊回家 还提到一直被黄河长江滋养 自由时报也声称 肖敬腾先前受访时向台湾人喊话 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家看一看 舔共言论还不止于此 其实当时他还真情流露 赞叹大家一直都被黄河长江滋养 还有人称 其实他只是说出他内心的话 比那些把奖爱台湾 拿美日加澳籍的人 他可是更有格 看到他绿班崩溃 就知道销售对了 纪念元旦跨年夜 一句穿越了海峡 两岸从来是一家的歌词 让露营和绿梅崩溃 在春晚节目单公布前 肖敬鹏曾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称陪大家过年是很幸福 很骄傲的事 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发自内心的祝福 此外 肖敬鹏还称 今年要带一首新歌上春晚 他透露 这是一首非常有朝气的歌 相信很多台湾朋友都会想念自己的家乡 如果听到这个歌 有机会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然而 岛内的一些亲历媒体又酸了 台湾民事新闻网以肖敬鹏登春晚 竟喊话台湾人 回家看看 未提阴阳怪气的报道了肖敬鹏接受采访的内容 还见一些亲历网友之口批评肖敬鹏 人民币真香 你的家在那里就乖乖待着就好 别来台湾了云云 不过 有岛内网友博士一些 绿媒和亲历网友的各些言论称 铺里心思满地 还有网友直言 两岸本是一家 被政客搞得好像民国 对于有包括肖敬鹏在内的不少台湾演艺人员 将在大陆参与春节文艺演出活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月26日曾表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大陆文艺工作者 共同参加节日演出活动 两岸观众很喜欢 也很期待 春节期间 大陆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春节文艺演出活动 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参加演出 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